秦宇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后 也就上了床 但是屋内只有一套被子 所以秦宇躺下后 感觉略微有点尴尬 毕竟刚才老猫说的话 此刻还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烦药的抓着了吗 老猫正身对着秦宇 已经闭着眼睛酝酿起了睡意 嗯 抓住两个领头的 那颜柯不得落坏了呀 这个王八蛋 满嘴人意道德 实际上竟干些没屁眼的事 秦宇已经不是第一次 听见老猫说这种话了 啊 你好像对一队有点成见啊 哎呀 我一句两句很难跟你说清楚 不过我得提醒你 你平时干活归干活 但私人上最好别 你把腿拿远点碰到我了 我没动腿啊 你咋没动都碰到我腿了 那不是腿 那是啥呀 卧槽 秦宇一愣顺手一摸 扑扑一下就坐了起来 老猫被吓了一跳 哎 你干什么 你都没有病啊 一米五的床 还就一个倍 你咋不穿衣服呢睡觉 你睡觉穿衣服啊 不是 我说 你为啥不穿裤衩的呀 啊 我不得劲 你都 你都知道了 你给我说回去 穿上 赶紧的 哎呦 我在你这睡个觉 怎么事那么多呢 哎 你放心吧 就请我吃个破方面面 我不可能跟你干点啥的 别扯犊子 赶紧 穿上 谁啊 是我啊 林念磊 你回来了吗 啊 回来了 有热水吗 我家班刚回来 水停了 洗漱不了 林念磊刚才不知道秦宇在屋 所以她是趴在窗户上 一边往里边看一边敲的门 并且隐隐约约看见秦宇从床上爬了下来 有 你等会儿 秦宇也没条件买睡衣 只能披上外套打开了门 麻烦了哈 你都睡了吧 林念磊穿着霓绒大衣小脸冻得通红 没事 我这有热水 还没用完呢 我给你拿哈 嗯 谢谢了 你这工作还挺累人的呀 这么晚才下班 刚去 再适应情况 哎哟 坐了一天 脖子都快石化了 念磊 我们也没剩多少热水了 这时老猫突然从床上坐起 一把抓起裤衩喊道 哎你等着 我去出水井里给你打点凉的 你再烧点 你等着 门口处 林念磊目光惊恶的 看着老猫拿了裤衩在被窝里穿上 脖子僵硬的又看了一眼秦宇 表情迷茫 语气结巴的问道 啊 你 你爱人也在呢 啊 秦宇拿着水壶 彻底猛逼在原地 八十八号院门口 一台电动摩托车停滞 后座上的人扫了一眼正门 哎 小虎说 他有个同事也在这儿说 两个人 对 嗯 蹲一下 等秦宇自己出来再动手 话音落 摩托车动静很小的 顺着街道 消失在了夜色中 没想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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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我